一個是說R跟I有時候分的不那麼開 分不那麼開是完全OK的 剛剛這真的就是給大家練習而已 但是大致的想法就是說 R是它只影響到它自己 別人最多只能說我同情我尊重我贊同你的感受 但是它並不會變成行動 那但是想法或者說建議 它有轉成行動的潛力 就是說一個是在它腦裡的 然後它最多是傳染到別人腦裡 但另外一個它是會add out 就是會做動作的 凡事有可能變成動作的 都比較像是想法或者是建議 那這邊idea或ideation 我翻成想法可能沒有翻得很好 也有人翻成建議或詮釋這樣子 那就比較往那個行動性的面子做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要怎麼避免 就是陷入你一句我一句不斷的來回情形 這個確實是 就是說為什麼我們之前都要做這樣的練習 當然我現在是不用練 我在腦裡就已經有那個表格了 但是就是說為什麼要有那樣的表格 就是因為你要跟它的字樣中間有一個距離 如果它的字樣你是直接括它 完全一樣的字樣 因為複製貼上最方便嘛 可是因為太方便了 所以你就只會花一秒鐘或兩秒鐘 可是人事實上是要到大概10秒到20秒 才能夠進入所謂的第二個系統 快思慢想裡面的那個 比較理性的那個系統 去就是去就事實跟感受上面 去做通盤的考量 那如果沒有進入就是比較慢的那個系統 基本上都是第一印象 等於是說O會被蓋掉 你只是根據R來決定你左邊的O跟右邊的I 那是就是人類認知系統本來就是這樣 所以就是說要用某種方式 讓你能夠花到超過10秒鐘來看待這則留言 那當然很多人會說什麼深呼吸啊 數到10啊什麼東西啊 這當然也是一個辦法 但我覺得那10秒鐘比較有建設性的就是 把他裡面的關鍵抽出來然後分RID 那等到你回的時候你是已經看 你自己抽出來的已經中整過的今天 或這個禮拜所有的留言 第一個是說這樣比較有全局的觀念 第二個是說你這樣子回了 比民意信箱或市場信箱的好處是 你是認真想過回的 所以別人以後可以連到你回的這一則 因為每一個回應都有超延結啊 所以你自己未來也可以貼 然後未來別人在臉書上或在別的地方 問類似的問題的時候他會幫你貼 所以這樣等於是長期來看是省你自己的工作 那所以說只要說自己有稍微等一下 然後再回 回的又是比較有實質有加資訊進去的 然後呢是把ORI都慢慢貼滿補上的 基本上就不會有你一句我一句不斷來回情形 來回情形通常是你就是很衝動的 在挑他的一兩個字或語彬或什麼東西 然後他也對你做一樣的事情 這樣才有可能去做來回 那那個是臉書很擅長 但是我們在做就是 就是公共政策的時候 基本上是要盡量避免這樣的狀況 那轉貼他人文章 就是說其實轉貼他人文章是最好回的啦 因為你稍微Google一下 你就知道說他是轉貼誰的文章 大家都是用就是公開的文章嘛 大部分 那所以說你就可以說 這個非常感謝您引用 這個某某評論家在什麼時報上面的評論 那請問您對這個評論的個人感受是什麼 或是沒有什麼具體的建議 這樣就好了 就是說你只要用這樣子的方式 表示說第一個我有看到你做的事 那第二個我還是希望你個人 你個人提供我 你的經驗事實 你的感受 你的詮釋 那這樣子的話 只要一直還原到那個留言者身上 別的網友就比較不會被帶風向的 整篇整篇的文章來進行 那今天因為時間關係不夠 所以說其實很難做很很具體的討論 那但是其實這個原則是一樣的 所以就跟我們在參考的文章裡面還有多說一些 那可能就是再看一下folder這樣子 好 那所以從現在開始到12點吧 我會分享就是 剛剛我們有說join有一些案例是比較成功的嘛 那所以中午我今天分享的這個就是提點子 就是由下而上 由民眾來提點子的一個故事 那是台灣第一個民眾聯署案 然後在下午嘉華會分享 眾開講裡面社會局的那個例子 那這兩個例子 我們是覺得少數就是不只是OR收到 I也收到了 最後D都做成了的例子 那等於算是中一個兩個稍微好一些的例子 那這個簡報不是我做的 這個是說佩琪Peggy她是衛福部的一個朋友做的 所以我接下來等於是被Peggy附身的 這樣一個狀況 因為她今天不能來 然後那所以就是這樣子 好 那Peggy呢她先分享一下 就是她本來是G0V臨時政府的一個 的一個貢獻者 那她在G0V做的呢 大部分都是關於福利照顧 因為她本來就有經營一個網站 叫做病後人生 那病後人生這個部落格 她就是把所有的就是病後人生 所需要的東西 然後還會就是匯集網友的問題 然後在醫療的政策 長照的政策等等上面 輔具的使用等等 去幫網友做一個收整 所以她本來就是在民間做這樣子 資訊傳播的工作 那她在G0V也都是參加一些 跟社府有關的一些專案 那但是呢這個她就是在 老池國院長上來 然後說我們要中包的時候 去給就是行政院的官員們上了課 那她作為講師 就突然之間被衛福部研聘 就是進去然後變成 他們對網路相關的事情 都請她幫忙管的 這樣子一個 就是算是部長式的機要 這樣子一個概念 那但是呢 因為是約聘嘛 所以其實她的工作上面 她做的事情就是 一個一個去拜會所有的司 我們知道衛福部是很多東西 並起來的一個部嘛 所以就一個一個去拜會 一個一個去理解 那但是為什麼她要進衛福部呢 去做資訊傳播呢 因為她想要搞清楚 我們在外面在G0V 所謂財政服原地重建的這個社群 一直都會說 政府為什麼不好好 面對很多民間訴求呢 到底難在哪裡呢 很難嗎 要怎麼做 所以她是用一種田野調查的心情 就是說 那這個我們從外面看起來 政府都就是一個案子 為什麼都不處理什麼之類的 但是這個承判人員 都不肯跟我們說為什麼 可能因為行政中立 或者什麼政府議題的關係 那沒有關係 她自己進去吧 所以是一個臥底的概念 然後她進去之後 就調查出來說 這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讓政府可以或不可以 好好地面對一個民間訴求 以及再來中間 民間可以做什麼事情 那這個案子它出現是因為 在Join上面 我們so far講的 都是仲凱講嘛 就是討論區的部分 但其實呢 Join有由下而上 就是提點子的部分 任何人他只要用手機 或者沒有認真之後 提議 7天之內 國發會覺得說 這個東西它是OK的 屬於行政機關的權責 它會分配到一個部會 在30天之內 取得250份的連署之後 再進入第二階段 超過5000份的連署之後 這個連署案就算成功了 那相關的部會 必須要把它當作是 他必須要說 立法委員隊委員會 再提出這個要求 一樣那麼慎重地 去看待這件事情 就是它後面有大概 5000個人以上的這個連署 那這個機制呢 其實當初 並沒有人知道 是要怎麼做 國外當然有很多經驗 就是We The People 是美國嘛 那這個英國是 他們也是連署 但是到國會嘛 等等 那但是呢 其實在台灣 是沒有人操作過的 那這個剛好 第一個成案的 剛好就是衛福部 那這位提案者呢 他叫做Casper Casper他是說 讓免疫細胞療法的 修法法案 在2015年12月底 之前 總經理法院 那這整件事情呢 它是在10月的時候 案子成立的 那我們剛剛可以看到 一個時間表 就是說 部會必須要在兩個月之內 做出具體的回覆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Peggy的人生就進入一個 沙漏倒數計時的這個狀況 就是10月14點數成案 他在12月14號 必須要這個做出一個 讓提案者滿意的 至少這個沒有 那麼不滿意的回應 那這件事情 到底要怎麼做呢 沒有人知道 所以我們就自己 就是討論非常多 然後也用了很多 就是佳華建議的方法 這樣子 好那所以更細部的 一個一個看 這個東西 當然機關有個選項 就是說你一成案之後 什麼都不回 60天之後說 我們把法案修好了 好 那這樣當然有很多問題 第一個是說 他其實本來在提案的時候 他只有寫可能幾百字 那這個幾百字 他的訴求其實並沒有那麼明確 而且他說的是要送進立法院 所以是不是什麼送進立法院都可以呢 其實他也沒有講那麼清楚 他就是有一個強烈的訴求 讓我們知道有5000個人同意 所以其實訴求的理清是很重要的 那所以呢 佩奇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邀請Casper跟他太太 然後呢 在這邊去做事實的理清 我們知道ORID嗎 O的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邀請他來的時候呢 是開了一個會議 這個會議裡面就是 衛福部相關的三個單位都有在 那這個會議上面有兩個不一樣的地方 一個是說我們 就是對不起 我介紹了佩奇附身 就是我們邀請了那個Casper 跟就是跟他太太 邀請他們信的過來的專家過來 也就是說雙方都認識的 那這個在這個情況之下是一個醫師 然後他也很了解免疫細胞療法 那當然呢 這三個部會都不急著說話 都是聽他們一直說一直說一直說 所以呢 這樣子一整個會議說起來說了多少呢 說了一萬七千個字 那佩奇做的事情呢 就是打住字稿 他把一萬七千個字打了下來 完整的把這個Casper 講的話說了下來 那這個很重要是 因為他所要求的那個demand 就是他的I啊 後面的O跟R 其實你在提案裡是看不到的 那是因為有這一萬七千個字 你就知道O O是什麼 他是BMI末期患者 他的利益相關者 沒有什麼比這個更利益相關了 然後呢 他的R是他覺得說 他一直要飛到日本去做這樣子的療法 那但是他的很多的I有 其實沒有辦法負擔得起 那旁邊的國家都已經開放了 他的感受是說 覺得說因為台灣不開放 所以是讓I有這個增加了他們的負擔 然後他自己親身是在用這樣子的治療方式 這個是他後面的脈絡 那所以說呢 這個竹子稿呢 一萬七千字 那他們就這個寄給了所有 去了那場會議的專家 然後以及三個司 然後以及Casper自己 然後去了疫情 然後呢 Casper呢 也真的就是看了 看了之後呢 魂福這邊做了一個摘要的版本 就是說 雖然他的提案訴求是這樣寫 但是呢 我們在跟提案者見面之後 我們其實發現他要的I 是五個彼此獨立的事情 第一個是要讓更多I有指導加入相關人體實驗 流程要簡化 視察要加快 然後大規模開放免疫細胞治療 而不是靠個案申請 而想要醫師吸收所有的錢 然後免疫細胞治療 要提供病人多元治療選擇 有一些很很就是專門的一些藥名 然後以及政府應該鼓勵這個部分的研發 這是五個 事實上不一定都是魂福不做 然後這樣子離境之後才能夠 不會是說你全部包裹起來送立法院 因為如果全部包裹起來送立法院 其實是不太容易過的嘛 對不對 就是說因為這些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那所以這五件事情先拆開之後 我們才能夠把訴求去做實際的處理 好 這是第一件事情要做的事 好 那然後提案就回Peggy 她說感謝你辛苦整理 會議記錄沒有問題 逐字稿部分稍微有修正 然後她希望可以公開 所以至少就是雙方有一個在彼此事實基礎上面 以及對外有一個中整性的一個 五項主要訴求有提供出來 這是在他成案之後一個禮拜就發生的事情 14號到20號 那接下來呢在11月15號 也就是大概一個月之後 就做了資訊的揭露 我們之前有講說資訊揭露裡面 應該要分成就是資訊資料這兩個 兩個方面嘛 就是說具體的資料就是目前它的訴求 以及它後面的各政府機關 目前到底有多少經費 投出一台癌症研究 相關的衛服務的治療制計劃 它每一個訴求就列出了 這個衛服務目前正在做 它可能做得不夠好 或已經做得非常好 這不重要 重點是全部都列出來 讓大家知道衛服務目前在什麼狀況 而且呢還就是運用資訊呈現的專業 把這個裡面就是真的是還蠻專業的 什麼CTLA-4 Anti-CTLA-4 T-Cell的那個Provence它的作用機制 所有這些東西把它畫成一個 即使你不是醫學專業 你也大概知道說 第二人到底是在做什麼的一個充分 從資料轉換成就是 平常人都可以讀的資訊的揭露 那這個是在第一個月結束的時候 去做完的事情 接下來呢就是開專家會議了 那這個專家會議呢 一共開了一整個月 一整個月裡面開了五次會議 這五次會議剛好是因為衛服部 當時有一個在生醫學及細胞發展 治療發展資訊會議 那是本來就要成立的 那這個資訊會其實有非常多的議程 可是因為這邊有五千人連署 所以所有的委員都同意說 好 那我們就把這個 當作我們的議程的優先案 我們其他的就是下個月再來討論 但是我們先討論這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呢 就是事實已經充分揭露之後 他就去問這個所有的委員 這個委員每個有不同的專業 我們可以看到 叫消保 生命倫理 婦產 神經幹細胞 所有的這方面的專家 他們的感受是什麼 他們看到這樣子一種 具體的無相訴求 他們對於每一項訴求 看了之後覺得怎麼樣 這樣子 然後去充分地去揭露 那這個東西呢 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想法 但是這個東西它是有一個結論 這個結論是會公開在網站上的 然後這就包含說 內部的三次會議 跟外部的兩次會議 我們可以看到說 內部的會議 兩次是部長組織 一次是次長 那外部都是次長 然後參與單位 基本上五個都到了 所以基本上 這個規格已經是 不屬於任何立法委員提案的規格 就是差不多就是這樣子了 那也是剛好有那個 這個次議會在專業上面 已經提供了具體的 就是理清跟建議 所以這邊在做的事情就是 討論要不要開放 大家的共識是可以開放 開放到哪裡 然後具體的方案有哪些 然後這個方案裡面 比較能夠符合 提案人訴求的去做收攏 那這個收攏呢 是這樣子 就是說 他們就發現說 其實不用奉立法院 你那五個拆開之後 就發現說 有一個是修人體實驗管理辦法就好了 因為人體實驗擴大 那個是屬於行政命令的那個規則 那同樣的 病人同意之下收必要的費用 只是成本回收 這一部分 也是行政命令 是要點的層級就可以處理的 沒有一項需要建議法院 那但是雖然他本來的需求是說 我要建議法院 但是因為已經跟他談過了嘛 所以你就可以跟Casper說 我們現在是要這樣處理 你覺得有沒有處理到 那所以說Casper說 OK啊這樣有處理到 那他也會去傳達 給他的IO那邊知道 所以接下來就是在 剛好60天到的那一刻 去做了一個正式回應 包含兩個 一個就是說 國際就是 癌症免疫細胞 治療現況的一個盤點之後 然後就說 我們會成立資議會 然後呢放寬這個方案 然後並且把你CARE的那幾個藥 列入FDA 就是會開放的一個要點裡面 就是修訂人體管理實驗辦法 以及附屬計畫 能夠回收成本費用 然後這個東西呢 我們就是Pledge Pledge就是說我們 同意已經答應 整個部的方向就是這樣子了 我們會一到二月之間 完成這個Coding的動作 就是把它變成文字這樣子 所以到這裡為止 我們可以看到說 它仍然是用OID法 但是它是一個非常多的實體的 見面的一個狀況 它只有一開始的那個釐清 它是用網路上的資料 當作會議的議程 除此之外全部都是靠見面 可是這個見面呢 他們就會把會議的記錄 以及會議的記錄的摘要 都每一次發生這些事情的時候 包含Pledge提供專家會議 都放回重影上 所以在重影上面 關注的那些網友 很多是Io們 他就會幾乎是每個禮拜 都會看到資訊 那所以他就知道說 我們有在處理 我們有在處理 並且如果每一部 他們想要影響這部處理的話 他也知道應該去找誰這樣子 那這個是持續溝通的一個概念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持續溝通概念呢 是因為其實從承案後的第三天 衛福就已經在重影上面 做了一個叫做騎乘公告 也就是說後面的這四個step 每一個會在什麼地 什麼時間發生 他就已經先講好了 所以說大家都不用浪費時間 一直回來這邊按F5去refresh 他們就知道說 你如果10月31號回來 你會看到會議記錄 10月15號回來 你會看到相關資料 12月13號回來 你會看到可行病評估 然後我們就會發新聞稿 所以這個是在議程案 基本上第三天就已經 預作了預告的一個處理方法 那當然就如同他們所 這個promised的 到了1月27號的時候 就說好我們有個修法預告 修醫療 修正依據醫療法 其實是只一條 但是我們沒有要修醫療法了 我們改人體實驗管理辦法等等 這個是已經公告的 這是1月27號發生的事情 然後呢 當然就在4月14號那一天就公告了嘛 那在1月到4月中間 其實因為媒體看到這個修法公告 就已經知道一定是這個方向了 所以其實就是主流媒體大幅都會有報道 就是看見希望啊什麼之類的 那所以基本上這個整個社會是 算是非常正面的看待這個 第一個長案的連署案 那當然就是提案人Casper本人 也是傳了一個簡訊說 這個非常感謝衛福部負責的同仁 能夠這麼快的去處理 而且能夠說服所有的專家 以及本來在立場上面 可能是中立或甚至中立偏反對的 一些就是衛福部的長官們 那所以確實是這樣子就處理完了 所以這其實是很幸運的 就是說這整件事情非常非常順利 大家可以看到說 中間幾乎完全沒有任何卡關的地方 兩個月就完成了這樣子 然後民間非常非常的高興 所以幾乎是完美的 但是真的是完美的嘛 人生總是有很多BUD 那這個BUD是什麼呢 這個BUD是這樣子的 就是有兩件事 第一個大家可能還記得 他們有給一開始參加會議的那些人 Peggy所打的就是主字稿嘛 那但是呢他打了那麼多主字稿呢 其實我們在Jone上面看到了 只有他歸納的那五點 但是那個主字稿 其實裡面高達九成九 是Casper跟他的醫師自己講的話 跟他太太自己講的話 沒有任何機密 事實上部內的人所有講的話 就是說這部分請您再多說明 這部分請您再多說明 他絕對不可能因為個資或什麼原因而不公開 那為什麼不公開對不對 那Peggy想要把他貼到Jone上面的時候呢 馬上就這個被他的同事說了 這個我們還是不公開比較好 我們就是緊攻內餐 你看到已經打得緊攻內餐了 那我們只把會議結論得出來就好 這個時候Peggy就 內心的那個聲音就冒出來了 原來這就是傳說中政府的黑箱 我進來政府中 我終於我終於見識到黑箱了 但是真的是黑箱嗎 不是黑箱啊 它的原因很簡單 就是Peggy有這樣子的打字的技能 可是他事實上是月品 他離開會服部之後 別的連署會議 別的替愛人想必會要求他比照辦理 他只要他接他的人替代愛意 或什麼沒有這一項 就是書記官的技能的話 那麼他們未來是不可能做到主字稿的 那這個時候就會問說 為什麼大小眼 為什麼只有癌症有主字稿 為什麼別的病名有主字稿 那這個時候其實會服部 並不是很容易解釋這件事情 那像在V台灣我們解決這個的方法 因為V台灣大家知道我們都是志工嘛 我們解決方法就很簡單的自掏腰包 我們一個小時 就是速錄是一小時收2000塊 那它是當然一分鐘可以打到400字 所以我們講的每一個字 就像人肉錄音機一樣 全部都錄下來 那這樣子是有 就是台灣是有三個速錄 是能夠達到一分鐘三四百字 那但是一兩百字的話 兩個書記官輪流 其實也可以做到類似主字的狀況 可是這個是有成本的 然後衛福部目前沒有這個編制的預算 那所以除非在中央裡面建立這樣子 一個逐字的像立法院跟次法院 都有這樣一個書記官輪的預算 不然的話 確實它在部裡面會因為說 你離開了同仁就不知道該怎麼做 來當作理由說 那我們就不要公布主字稿比較好吧 這樣子 所以就是一件事 開放是有成本的 但是當然看到這裡其實很多同仁會說 可是你長期下來節省的那個溝通成本 遠超過你就是編制兩小時的會議 編了三千塊去記書記的成本 但是同樣的就是因為依法行政 這個東西還是要納入就是行政體系當中 才能夠變成它的一部分 好 這是一個but 另外一個呢就很好玩了 就是說這個修法不是預告的嗎 那1月27到4月14嘛中間有一個空檔嘛 那我們知道1月27之前發生一件事情就是改選 那改選之後呢其實總統還沒有上任嘛 但是立委都上任了嘛 好 立委上任之後呢 這個衛福部就收到了新任的立委的一個公文 我就不講名字了 然後呢這個公文就說 按該法規之修正 竟來自國發會政策平台之一人提案 並且空潛而絕後 竟然為服務因應這議員的提案 馬上組成了執議會 而且竟然於半個月之內趕開兩次會議 以及馬上做出決定 社會並未公開討論 並未做出政策評估研究 架空醫療法及醫治藥室法規定 影響安全以及權利盛舉 該法規修正有程序嚴重之瑕疵 雖然我知道你們沒有要修法 所以我其實不能怎麼樣 但是我可以備查轉審查 然後要求再開三個月的公聽會什麼東西的 這是屬於黨團的權限嘛 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委員就非常關心這件事情 事實上他是非常理解 就是醫療相關的利益關係人員的一位立委 那當然這裡面有一些O上面的錯誤 就是說並不是一人嘛 其實五千多個人 然後這個執議會也不是他們黑箱在開會 他們也要要外部委員 立法委員如果要要外部的委員 然後其實也就是要那些人 差不多就是那些人了 但是這些可能是需要溝通的 那但是所謂這個嚴重瑕疵呢 這個是她的個人感受啊 感受就是說你踩到立法院的權限了 為什麼你可以這樣子做事情 這樣子 好 就是她的個人感受 所以呢 這個時候呢 Peggy做的事情 就是她去跟皮愛人Casper說 雖然我們一月二起已經做了修法預告了 那我們四月本來就是會把條文修完嘛 那但是呢這中間呢可能還會再延後三個月左右 因為這個是委員想要就是被查改正查 這樣子 就跟你先說一下 兩個小時之後 這位委員的臉書 就被洗版了 好 那這裡是故意 我已經轉成黑白了 沒有放彩色照片 她被非常非常多的矮友就是留言 然後都是貼自己的傷疤啊 自己的這種化療的狀況啊 然後說這個我們明明已經跟外部的醫生什麼 都已經取得了共識啦 專家也取得了共識啦 委員你自己沒有跟到啊 你沒有跟到還要拖延三個月 這三個月每過一天就多少多少矮友死掉 什麼之類之類之類的 就是說他們就發動了強大的這個迴避系統的這種留言 那這位委員的小編呢 放棄管板 就沒有辦法管板 所以就是洗版的這個狀況 好一個晚上 三百元留言 隔天 委員就說 好我撤回 我對你們的這個條例還是有一些想法 那我就書面給衛福部參考吧 那這個參考那就就這樣子吧 我沒有要再拖這個程序了 好 那當然這個 這件事情啊 在那個I.O.圈裡面啊 就被當作鄉民的勝利 那真的是鄉民的勝利嗎 我不覺得是這樣子 就是說本來修法預告 就是要修就是要收社會的意見 這次修法預告是存在的目的 委員有給有效的意見 這個是委員的貢獻 但是委員的感受 是這整個程序之前 確實沒有照顧到的 那所以說 也就是說 所謂鄉民的勝利的意思 它受到了很大的政治壓力 那但是呢 回來就是說 要開工廳 要什麼這些事情 確實本來就應該是委員的權限 所以這是為什麼現在國發會 也開始跟立法院合作 就是說以後像這樣子的提點子 如果有比較懂的委員 或比較懂的委員會 或之類的話 理論上剛剛那開那五次會 其實立法院應該是要進來的 不管是要修法或者沒有要修法 這樣子即使這邊程序覺得說 有窄化求最速解什麼這些的問題 委員可以在一開始 在議程設定的時候 就做一個提醒的動作這樣子 所以我們是希望他的感受 可以慢慢越來越好 那但畢竟第一案嘛 這個總是吃芝麻會掉燒兵的這樣 所以就是說委員 當時我是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提醒 那但是當時就是 確實也是有西班的這個狀況 好 那所以以上是大概就是 對這個的過程做一個討論 那當然到了3月12號 也就是實際修法 公告前的一個月 那Casper是就就過去了 那但是他已經知道說 這個法師會過了 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這個離開人世 那當然是也有造福愛有 然後也有就是 對人世留下貢獻吧 這樣子那整個重點是說 這是根據他當時提供的事實 綜合專家的感受 提出具體的想法 實際制定懲罰案的這樣一個 ORID的一個過程 好 那但是呢 一開始呢 公部門跟民間其實是非常互相猜忌的 也就是說因為在當時這個 這個第一次碰面的時候 第一次約他的時候呢 其實就已經發現說提案人事實上本人 之前好像曾經當過立委助理 然後他的太太曾經當過這個新聞工作者 可能現在還是有做新聞工作 所以呢 就不知道哪裡傳一個消息說 會邀請記者來賭這場會議 那所以在雙方之前都沒有見國民 也沒有建立互信的情況下 其實雙方是非常非常緊張的 手機就是非常多線這個傳來傳去 然後說這個到底到底是不是 你們有發新聞稿啊什麼之類之類 那那些提案人是告訴他們說沒有啊 我也不知道是哪一個 IU流出去什麼之類 但是總之整個過程裡面就是從幾乎 沒有什麼互信 而且覺得說可能會彼此放話 透過這個再三再三溝通過程 講話主自告主自告確認開會結論結論確認 然後到最後就是他們確實最後 他們自己開了一個記者會 然後非常非常肯定為服務的作為 然後基本上這是一個 現在就是Casper的太太還是一直 就是作為專業的傳播者 還是一直跟為服務保持一個很良好的一些關係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不管最後政策怎麼樣 利益關係人在這中間他們會彼此越湊越緊 然後會知道說好未來有事情 其實我們立場不完全一樣 然後我們都是可以溝通的 那在未來的法規條事項的時候就幫了很大的忙 所以回來這個Peggy本來要進這個衛福部 要這個探討的問題嘛 就是政府跟民間互相可以做什麼事情 那先講政府端 那在這裡面我們事後檢討的時候 幾乎每一個步驟都有可以再改良的地方 畢竟是第一案 但是這一個步驟是幾乎我們都覺得沒有任何問題 這個步驟以後就是標準程序一定要做 而且非常非常有幫助的 就是處理的期程要非常非常清楚 每一次會議之前如果已經排了的話 就是要給社會公告 即使這個會議不是公聽會 你要說我們有在做這次會議 然後在什麼時候會議記錄會出來 那不管是要點還是逐字稿 總之是要讓大家看到說這是有在動的 那它的原因是因為這個期程 其實民間它需要的是一個政治方向的承諾 它要的一開始並不一定是百分之百買單 最後也沒有百分之百買單 而是說在這個買單過程裡面 我們的正當程序是什麼 要讓大家知道以及它的期程是什麼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具體的處理方法 就算它那個提案已經到挨的很後面了 我們還是可以先拉回來 然後說我們根據實際的事實跟你們的感受 我們有沒有什麼別的解決方法 然後同樣的就是說 在可能牽涉到別的部會的時候 就是協助轉介 然後盡可能的把更多人拉進來 那這個因為時間關係這次的辦法說很多 但下午加法會用社會局的案例來說 跨局處怎麼樣做協調 然後以及當然最後就是背景資料 記錄以及所有的厲害關係人中間的一個聯絡部 那當然每個人習慣的溝通方式不一樣 也選手電話也選手LINE也選手FB 但無論如何 能夠在部內做這樣子操作的人 他不一定要扮演中介者的角色 但他至少要知道說 我現在如果要碰到哪個厲害關係人 我經過誰才碰得到 那這個東西的聯繫處理也是很關鍵的 有了這個才能夠知道說背景資料跟記錄公開的時候 都放到該放的人手上 那當然民間當然也有一些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說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說 民間端呢 他一開始就可以把資訊公開當作訴求之一 好比上說討論議題應該公告 委員會的名單也許應該公告 誰來開了會 即使竹子寶股告不公開 我們知道這個決議是誰做成的等等 那所有這些呢 其實民間如果一開始在提訴求的時候 把這個當作他的主要訴求 那麼就可以讓接下來的討論是奠基在這邊發現的事實的基礎上 有時候民間也要學會從而不開始 不要一直就挑到艾根底去 這是一件事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 願意肯定 有在奴役的公務員 那這個是蠻重要的 就是說 只要公務員有揭露一項事情 就公開肯定說 好我們非常非常肯定 你有揭露這件事 因為這樣子大家才有就是建議解法跟把問題講清楚這個空間 如果你不管做什麼 民間都一樣算的話 那長期以往這個事物管什麼事都不想做 那所以這也是民間能夠做的事情 當然最最重要的啦 我覺得啦 就是說要建立一個機制 像那個提點子的 剛剛那整個處理的機制 之後的別的提案 或者是眾開講這個之後加上會分享的方式 我們的目的都是建立一個有一個完整記錄的機制 那不需要這個有什麼特長的朋友 也可以按照這個機制 有點像是按表操課說 你在最低的情況下 你沿著這個機制 你還是可以讓利益關係人幫你做彼此發現 然後能夠讓你就是民間跟公務員連在一起 然後做出就是具體的政策制定 好以上就是這樣子 那非常感謝佩奇分享這個簡報給我們 謝謝 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想法或者意见 就是在研议立法阶段让立法委员参与有其优点 毕竟立委也是公民 但是如果高度介入是否变相由立法侵犯行政权呢 这个程序要如何拿捏呢 立委本身是否有这样子的分纪与认识 这是非常好的问题 基本上就是说当然台湾立委能够实行那个 就是事前不公开突袭质询的那个 那个权力事实上是世界各国少见的 那所以就是说如果如果他 如果这个部分修掉的话 我觉得我觉得就比较好一点 就是说你就可以把它当作书面质询的一部分 然后大家就可以事前做功课然后做回应 就是说其实那个机制本身是烂掉的 那所以在烂凉机制上面 如果这个立法侵犯行政权已经是日常的话 那所以大家这个看到立委介入的时候 都会有一种说那是不是大家要这个 可是事实上他们也是在一个就是很暗的规则底下运作 所以希望他们赶快把它修掉 但是anyway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并不一定看到立委他就是要用这样子 就是接近霸凌的方式来参与行政权 就是自己的这个东西要先放下 就是说也许如果我们讲得很清楚说 当你进来参与议程设定 是因为你对这个部分有专业 你是跟任何其他专家一样 那但是立委呢他当然除此之外 他还能够做利益关系的传播 所以他既是专家又是媒体嘛 他有专家跟媒体的自媒体的双重作用 那但是呢我们就只要他的这两个作用 除了这两个作用之外 其他别的好比像说什么被查转审查啊 什么怎么占领意识台啊 突袭咨询啊 所有所有这些他们别的可以做的操作 我们都说这个东西可能就是对我们 目前的先起政策讨论比较没有帮助 那我们具体希望委员做的就是这两件事情 那大部分的委员的助理 其实他们要做的时候 他们也是要有成本的 所以说如果他们看到有低成本 但是又可以就是赚到社会名声的方式 希望是会愿意使用的 所以这里的重点就是说 有一个最小的阻力的路径开出来 然后让他们说你只要用这个机制你也省力气 最后的冲突也不会那么扩大 但是你还是有版面哦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立委就会稍微比较愿意这个帮忙 那之前几案也差不多都是这样子在操作 好那这是一个具体问题 还有什么别的想讨论的感受建议 好如果都没有的话 好那如果都没有的话 我们就可以提到这个吃午饭了 那我们基本上午餐时间还是一样是到一点 然后一点就回来 然后加上会分享 就你的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仲开讲它的具体操作案 那同样的有任何问题 或者午餐时候想到什么还是一样 可以在slide上面留言 那就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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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